再来看到台中市行大前年发现 中部地区出现多家虚拟货币门市 但去购买虚拟货币的客人 都是被诈骗的被害人 被害金额超过3亿4000多万元 非法金流高达330亿元 而检警发动7波的搜索 逮捕26人 有6人积压境界 而且还发现国内首家合法的王牌交易所 竟然跟诈骗集团合作帮忙洗钱 从中奋润 远景全副武装 持电钻撬开门锁 攻坚进主闲家 另一批人持鞠票到交易所 一共发动7波搜索 逮捕到26名嫌犯 海中市行大发现 诈骗集团在网路上的假投资群组 为了降低被害人戒心 都会接受他们在实体店面进行预约 购买虚拟货币 在存进指定的阿福钱包里面 刻意营造地区人合法平台 但这个实体店面实际上是个洗钱机房 现场它就是卖除资卡方式 因为这样除资卡只能单纯专用在阿福钱包里 没有办法存到其他的 你的其他交易所钱包 这个洗钱机房还是由国内首家合法合规 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王牌公司透过旗下子公司进行实体店面经营 除了跟诈骗集团合作帮忙洗钱以外 也从中分认 一共有162名被害人 警方查扣虚拟货币价值700万台币 诈骗跟洗钱的金额超过三亿四千多万 其中一名被害人就被骗了一亿五千万 提醒民众强调稳赚不赔的投资 基本上都是一场骗局 记者潘信黄智瑶台中报道